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国民党前立委丁守中日前对记者称呼他为丁丁当场变脸,最近举办春联活动,却开心邀请大家跟丁丁一起挥毫,让网友摸不着头绪。 脸书丁守中粉丝团将在后天7日举办金莲与文青的相遇,跟丁丁一起挥毫咯活动,邀请民众到场所取书法家张炳黄潘庆中的末报。 文圈中还提到,现场丁丁将会公布专人设计的春联级红包带,邀大家准时入场。 对比先前记者提到网络跟丁丁是个人才时,丁守中变脸回应,我儿子也叫丁丁,丁守中在立法院,现在却大方自称丁丁,也让网友摸不着头绪,表示之前不是气的帮死,现在又丁丁起来了,也有网友直言。 先前这题没有好好回应,现在财疤已经完喽。